水果入菜 早已不是什麼新奇的做法 而榴槤入菜 也讓我們見識過了 榴槤小龍蝦的風采 但猛參與榴槤的融合 在我們的認知裡還是頭一回 尤其與奶香濃郁的奶皮子混搭 會激發出什麼樣的滋味呢 這一道菜可以說是南北結合 南方的榴槤 還有我們北方的奶皮子 叫精絲奶香榴槤 那咱們就翻開武林密集的第一頁 第一步做什麼 對 第一步咱們就開始切奶皮 這個奶皮太好吃了 我還想再吃點 奶皮與踢合的榴槤切碎 兩者混合使榴槤的乳香 與奶皮子的奶香充分融合 然後再將攪拌好的餡料 揉搓成球狀 你這個太大了 太大了 要大小揪泳 像繡球一樣 好看漂亮 我覺得就是一道點心吧 現在還不告訴你 保密 好好好 保密保密 下一步就在冰箱裡頭 要動上五分鐘 主要是為了它成型 咱們接下來呢 就和一個酥皮糊 酥皮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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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要裹著榴槤去炸的一個 在麵粉中加入適量的水 雞蛋 芝麻 攪拌均勻 保護它 對 對 工大哥你怎麼那麼喜歡 就是搗過這些 很奇特的一些美食呢 就是咱們內蒙古的美食呢 傳統的比較單調些 那麼我們現在呢 就是傳統的 加和我們創新的 起鍋燒油 將動好的奶香榴槤丸子 裹上一層酥皮糊 放入油鍋炸至金黃 以備後續食用 現在奶香有了 榴槤有了 那金絲呢 沒看到做金絲的東西 是這個嗎 不是 還不告訴給你 還不告訴我 對 馬上就可以出鍋了 我們還要繼續 究竟剛才的問題 只轉金絲 我知道了 我看了這麼一大圈 我本來以為 是不是用雞蛋皮 做一些金絲 或者是用這個做金絲 原來是炒糖 對 是不是像拔絲地瓜一樣 還不告訴你 還不是啊 不是這樣的 慢慢就起來 現在呢 就是翻沙狀態 有點像沙子一樣 對 現在就不需要翻了 就是讓它的火 原來終於受熱 等到鍋中的糖漿 呈現翻沙狀態 改為中火慢熬 同時將殘餘的砂糖顆粒壓碎 以保證糖漿絲滑的口感 糖漿火候的拿捏十分精巧 要是心急 開了大火 不但容易熬糊 最後呈現的金絲顏色 也不透亮 炒糖也那麼多講究 對 所以說是這個火中取寶 火中取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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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個沒成絲呀 就直接裹了層糖漿 對 咱們把這個 這個山楂處理一下 將處理好的山楂片 置於鐵鉗的底座上 為香醇的奶香榴槤丸子 增添一絲山楂的酸爽 讓它不要粘在上面 是吧 吃起來比較方便 對 也是裝飾 也叫開胃 頭子宮 一定要抓牢 抓不牢就掉了 我可能擺得比您好 好 真的比我好 對呀 三個就行 這需要輕功 輕輕地放 對 這個糖還挺硬的 對 師傅教一下 好 你看這個糖 因為亮涼的時候會有點硬 這就叫技術 虛性地向師傅學習 好的好的 好 當丸子全部都固定好 宮大廚拿出了一件 梳子一樣的工具 這讓我們有點好奇 這都是您自己做的嗎 對 每次的時候 我就估到點自己喜歡的用具 這就是我撒糖絲用的那個工具 所以咱們這個是拿來弄糖絲的 對 哇 甩糖絲 對 甩糖絲 哇 好漂亮 你好像天女撒花 你不太用 搞得不怕 你對吧 之下 這個